抗癌一点通 生物标记 随着对癌症的了解加深 我们知道每位病人的癌症 都有不同的成因和特性 现时的大趋势是 要追求个人化的治疗策略 是的 医治座 要选择适合治疗 其中一个参考的指标就是生物标记 现时常见的癌症生物标记 主要是看看癌细胞有没有出现 特定的基因特变 又或者受看过多 包括乳癌和胃癌的Hertu 肺癌、大肠癌和胰臓癌的Keras 肺癌的Elk 皮肤癌 肺癌和大肠癌的B-Raf 胶质母细胞瘤 肺癌和大肠癌的EGFR 还有乳癌和卵巢癌的Barka等等 我知道 是因为生物标记就是标靶治疗的标靶 癌症病人 如果有適用的标靶药药物 生存一般都会比 不能用标靶治疗的病人 没错 所以生物标记是很重要的 除了标靶治疗之外 荷尔蒙治疗和免疫治疗 都需要病人检测到有相应的生物标记 接受荷尔蒙治疗之前 要检测病人的荷尔蒙受体 例如乳癌病人 我们会检测痴激素受体 而接受免疫治疗之前 就要看下 癌细胞的变异数量 因为变异的癌细胞数量越多 免疫系统就越容易察觉到 有癌细胞 而免疫治疗的效果就越好 而另外一种生物标记 都可以预测免疫治疗的效果 嗯 所以生物标记不止用来选择療程 还可以预测治疗反应和效果 现时都有几种检测生物标记的方法 如果要得知 细胞表面的生物标记 我们可以用IHC 即是利用抗体去分辨 细胞表面有没有某些抗原 现在已经有几百种抗体 可以用来做检测的了 有些癌症有专门的基因测试 用来检测基因相关的生物标记 例如部分乳癌早期的病人 可以通过基因的测试 检测到十几种 与乳癌有关的基因 从而去预测治疗之后复发的风险 嗯 还有新一代基因排序 NGS 一次可以检测几百条基因 适合用来诊断癌症 预测副作用和复发风险 没错了 医知座 NGS还可以找到 在标白治疗的癌症相关的基因 详细的基因资讯 也有助医生去选择合适的疗程 以及协助病人加合适合的临床试验 随着科技的发展 NGS的普及能够为癌症病人 提供更加个人化的治疗 除了生物标记 腫瘤标记都要注意 因为它可以反映癌症的情况 让医生更容易诊断和评估癌症病情 是啊 例如AFP可以协助诊断 又或者排除肝癌和伸直细胞瘤 亦都可以用来监察病情的转变 另外一个肿瘤标记Key 67 就可以反映乙癌病人的病情 会不会恶化得比较快 如果有关于生物或者肿瘤标记的问题 记得跟医生查询 抗癌知识 简单学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